恶團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 忠惡功名合力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 很多人說指揮是一個恶團的靈魂 但指揮不是全部 不可能控制每個人的情緒和態度 所以包容和感染是更加重要 而藝術的可貴就是容許把好和壞都包含在裡面 超越語言將人連繫在一起 教書和指揮其實都很相似 都是要去感染和激發其他人 我很著重引領浸大的學生 去打開他們的世界觀、人生觀 任何事都不要打定輸數 而是去問為什麼不 勇於發掘和試驗 過程中就會有新的發現